来带您关心天气了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哦 因为本周的天气可以说是两阶段的变化 就像是洗三温暖一样 温度的起伏是非常的剧烈 来带您看到啊 今天的温度是逐日回升 那周二的时候呢是最炎热 就像是夏天一样 周南部的高温是30度 而且北部可能还会超过30度 但是周三开始会有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 全台市转为收冷有雨的天气形态 那么今天清晨中部以北啊 要留意的就是低云跟雾会影响的能见度 那么今天整体来说降雨是比较缓和的 就只有花东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 那么周二的时候呢 也有南部出现这个零星的降雨 但其实雨势都是不太明显的 那各地的温度会怎么样的表现 来带您看到 其实今明两天温度是会逐渐回升的 那么今天呢就温度还会再更高啊 你可以看到虽然北部现在只有14 13度哦 不过呢其实在早上的时候 高温是可以来到25 26度的 那中南部的高温呢 其实也可以到29 30度 周二温度回升也是非常的显著 刚刚有提到哦 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呢 都会有30度以上的高温 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不能够掉以停息 因为呢其实这一周天气要怎么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难说的 因为周三开始全台又有雨了 你可以看到呢气温也是一度的这个溜滑梯 北部的最低温呢可以下探11 12度 而且周三到周四这两天 还是受到了这个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水气是增多的情况 因此全台啊都可能会降雨 周五雨势会比较缓和 那么中南部平地呢是先开始会有一些些的雨势 那么至周六期间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还是比较会降雨 那么之后呢的日子 因为水气是渐渐的 所以才会比较回升一点点 这样的天气形态呢 可以看到是两阶段的降温 因此呢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除了东一先别急着收之外 那么雨势呢也得要随时攜带了 这有点没效应 看你怎么刚研究里面 是最后也要看你 也就有多志们 好像一是 有点凯正的 这种 可以 estás与我们的